尋取兩個棕色混合 然後沿著眼窩形狀進行勾勒暈染 打造出眼窩的效果 順便將眉下三角區進行修容 我反而是金庸這個舞台妝 因為金庸平時的淡妝真的淡到一條內眼線都沒有 有一種清純的校園學長的感覺 不知道怎麼說就是她日常妝真的很難仿 所以我這個仿是舞台妝 然後選取深一點的棕色 再次勾勒一下眼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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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一款明度较低的橙色 铺满整个眼窝内 还有下眼瞼的位置也戴上 选取暗里小屋的南瓜色 涂在眼窝内 还有戴过下眼瞼的位置 暈染自然 再次拿出这个南瓜色 在眼尾进行叠加 往前晕染 还有下眼瞼的位置也进行晕染 选取一款明度较低的砖红色 叠加在眼尾 顺着眼窝的轮廓 晕染 因为金庸的眼睛虽然是 和笔哥还有小气一样是内双 但是它是偏薄的内双 所以要着重塑造它的眼窝形状 选取一款美紫色 用扁头刷 画一条眼线 颜长还有下眼身位置 营造出金庸的眼睛 微微泛红那种血色感 还有选取一个偏粉的美紫色 画在眼头 画眼线还有眼尾 塑造出那种眼睛红红的少年感 还有眼头位置也戴上 选取一款黄棕色 在眼睛画 眉骨后面的位置 画一条斜线 因为金庸的眉骨是比较 这一块骨头是比较突出的 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一块地方 营造出 这种感觉进行修容 学过素描的 一般素描画过石膏头像的人 应该都知道 或者 画过头像的 我们人这一块地方 有一块眉骨是凹陷的 然后呢金庸的眼睛 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选取信色进行暈染 将这条线暈染自然 但是一般这条线 只会出现在眼睛不肿的人 身上 像肿眼抛的话 一般是看不出来的 选取信色 在眉下进行暈染 选取这个黄棕色和杏色混合 进行眉下三角区的加深修容 选取一款稍深的红棕色 在眼皮上面一点位置 花条假霜 因为金庸眼睛较薄 但是它又是内霜 因为它眼睛薄的原因 睫毛根部会给它撑起一个 类似双眼皮折的折皱 它是浅浅的 看起来像双眼皮 但是又不是 这是眼睛比较薄的人 才会出现的 选取山一点的棕色 进行勾勒 然后拿出暈染刷 将这条线暈染自然 选取一只斜角刷 墙丝伸